來 歡迎收看醫師好爛 謝謝 介紹我們優秀的醫生團 歡迎 謝謝 再介紹我們三位優秀的藝人 何佳玟 何佳玟 夏和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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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跟著好了優秀團 最實用的採擺秘具 謝謝 還有三位熱朋友 一起來分享他們的採擺經驗 看那個桌上好像百貨公司一樣 琳瑯滿無藥妝 一定要 對不對 這個藝人現在做節目還真不容易 全家快要把 一家的家長翻過來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從他們桌上可以看到 今天跟著醫生走 到底對還是不對 真的假的 怎麼很適合他們 是 你去藥品店買東西 不要說我皮膚不好 要擦什麼藥 你覺得他隨便拿一瓶藥 你會相信 我都超相信 對啊 他們擦很開心 對 他們覺得這個最好 你們有沒有曾經過擦了半天 一條都擦完了還沒好的 有 有 瓜哥那是藥師 那不是醫師 是 對 沒關係 我們可以挑戰他們 好 他們到底有多專業 好的 我們第一個題目 各位看一下 換季了 超對洗碗精 不傷手 好 今天先有一個問題 做節目也不能太假 對 你們是 你真的有在洗碗嗎 我真的有 你真的有 可是我有被洗碗精 我家有被洗碗精 你有洗過碗就對了 是你挑的嗎 對 其實基本上我雖然不曾 其實基本上我雖然不曾 曾經洗過碗 對 但是其實我挑洗碗精心 或是挑任何的東西 我都滿講究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大醫院 對 我們在大醫院裡頭 其實很常看到癌症的病人 是 我們知道說 癌症它其實就是從 對 皮膚沾到的 各種 所以我所有的 包括說洗碗精 洗衣精 洗髮乳 洗身體的 我都很講究要 像比如說我們洗碗精 我們其實有時候 我們洗完的時候 它不一定是完全乾淨 對 所以變成說你在吃的時候 你可能下一次 你已經沾到了那個 洗碗精的一些化學藥精 你吃進去你也沒有感覺 是 長期累積的 所以你怎麼挑呢 它不洗碗真的都很 如果這樣跳會不會太虛弱 就是我就是 上雨會先搜尋 所以我洗碗精 前面加有機 好虛喔 好虛喔 前面講最多 我也會啊 好虛喔 妳現在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意思都講得冠冕堂嗎 對 結果結果是 沒有 我上網看的 我也會上網搜尋 我是看有機業買的 都比你這個好 沒有 可是它真的就是 這可以講嗎 就是我每個東西 我看的時候 我就是會查有機 然後就看它排名最上面的 只要你在有機 就是打上去有機就好 對啊 所以你是選擇天然有機 這麼挑就對了 對 好 那名畫呢 其實除了剛剛醫師講的部分 其實我有的時候會 偷偷的把它打開來聞一下 這是可以的嗎 不知道 可以聞嗎 你只要不要緊 對啊 整個疙瘩疙瘩 疙瘩疙瘩 有發現那個打開過沒用 沒有 就是 對 沒有 不是只是單純覺得 想要味道好一點 然後還有就是 我也會重視一點就是 當然它標示 不見得一定是屬實 就是我會看看有沒有 比如說 環境污染比較低的 因為畢竟我們每天在用 每個家庭在用 有考量這個 對 會排到下水道去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我會考量的好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就會選擇 就比較低污染 比較容易分解的 上面有標示的 對 那雞雞有洗碗嗎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虛話 我是看外表的 對 真的是 這是第一眼的那個感覺好不好 妳怎麼挑呢 就比如說像剛才那個 陳醫師的那個 我就覺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洗碗精 本身就要給人家有乾淨的感覺 清爽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 我喜歡植物 比如說可能現在剛好 中夕我就會找柚子的 或有時候可能找橙橘的 或有時候檸檬的 小蘇打的 對 那也會因為經驗累積 因為有些買回去 你洗了真的 手就是不舒服 是妳會固定一個牌子嗎 妳們 不會耶 就是我 我會壞 我其實都是網購 所以網購就是 網購12個才會免運費 所以我一次用就是弄了 一輛後 我覺得你好不能信任 怎麼看 好可怕 人家洗濕 因為它都是媽媽在洗 對啊 那名化會固定嗎 我不會 就跟油一樣 其實我每次都會教觀眾 我也會換 你炒菜用的油 其實也不要同時用同一品 就是像 如果都說這個問題出現 至少我不是每次都用這樣 好 待會兒可以請教專家 到底是不是能 用一個牌子去固定 還是說固定比較好 來 廖醫師 廖遠裡 皮膚科醫師 長康大學醫學院學士 年齡就是經驗 購物獎就快很準 請問一下 他們剛剛這樣講 你要給觀眾聽了也是很模糊 到底要是選 是選有機的呢 還是低污染的呢 還是選自己喜歡的呢 或價錢貴的 到底什麼選會比較安全 你洗碗你是要洗乾淨碗 同時要不要保護手 那為了要保護手呢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洗碗產品 它都會寫 然後更高級 賣更貴的是沒有油之音 可是它敢寫一定政府有認證 對啊 一定有 那問題是 它植物是一個來源成分 不是說你真的是 那裡面含有那個植物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 這個肥皂或是洗碗精 它就寫 什麼什麼什麼 添加植子油 你以為這個植子油 比沒植子油的來得更護手 對不對 那問題是 它是用植子油成分 去取它的這個碳氫化合物 所以你到這個洗碗精的時候 它根本就洗不掉嘛 它就是要洗油的 是 只是打的那個招牌 其實裡面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說 你如果是植子油的話 它的 它清潔力最強 所以它是最傷手的 好 它講的呢 所以你講的 它講的是一個環保 這個是一個大趨勢 那環保就是說要可分解 對 可是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要不要晚洗乾淨 要 你洗碗精第一重點是 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其實我們家的碗常常 沒有洗得很乾淨 其實我有一點贊成它的做法 對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碗要不要洗乾淨 第二個我洗的同時 我要不要護手 我要不要不那麼傷手 不是 妳的意思是說碗可以 鋪洗乾淨對不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子說 因為家裡的油都是 對 那你有很多技巧 你不用洗碗精 比如說你先用熱水燙過 對 或是說你先用這個 水晶擦過 那個油大量減少的時候 所以其實像我洗碗精 都用很少 對 一點點我會用太多 而且其實要是 這個是醬油 因為裡面有油 那因為它有顏色 我們比較好判別 我們如果用一般的油 你就看不出來 好 那我先在這邊 加 醬油 這樣子量就好 好 加在油裡面 加在洗碗精裡面 會怎麼樣 然後你看它散開的速度 好像 對 有這種感覺 這個是新梅的 對 這是名化的 這個兩個都是洗碗精 到底是哪一個比較好的 哪一個好 簡單講這些洗結劑 你要讓它能夠抹完以後 水很容易帶走 所以你越分散的 應該是這個 越容易帶走 所以它的洗精力越強 這個你稍微再把它攪一攪 或是加點水 你看它其實 因為我們洗碗的時候 會這樣子嗎 對…其實它就散開了 市面產品那麼多 我想這個低醬油的 擴散速度一定會不一樣 到底要怎樣選之選最好的 我覺得大家都只能看標示 講實在的 那標示如果從正面的話 你看到椰子油 看到油肌 不要被騙 因為它可能跟其他的都差不多 那如果說 你看到它有溫和不傷手 那它可能有加了其他的 比較溫和的這個洗結成分 那我們再翻過來看背面的時候 背面其實有兩個成分 我覺得大家在挑 可以稍微避免 一個成分叫做 SLS 其實SLS這個成分就是 但是它很強 所有的奇結用品裡面 其實是 所以呢 以這次不傷手而言 我覺得是名化的這個 產品是優勝 優勝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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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訴求 你看到沒有 看我們節目學一些小嘗試 非常多 那…累積多了 你就是真的會成為一個 醫學專家的對不對 真的 第二個階段我們呢 大家平常買肉啊 對挑肉 有沒有概念 要挑哪一種肉是最安心的呢 今天我們特地請到 一位名醫啊 好 那不得了了 這… 這位是我們 這位是我們 許理看 壽醫師 嘉義大學壽醫系 買東西講天分 這不是你想就辦得到 等一下… 我們是真的發不到醫師嗎 為什麼發一個瘦醫師啊 你… 因為我們吃動物嗎 許利漢你好 瘦醫師真的有學這個瓜哥 我有看錯嗎 我們挑隊 我們叫大家菜市場 超商去買好的肉 或者傳統市場買好的肉 請問瘦醫師 你可以來 教大家怎麼挑肉嗎 這麼有問題 我們請兩個醫師來挑肉 好 你說安… 趙國祥 趙國祥 趙國祥來的 趙國祥來的 兩種肉不是嗎 好 這是你們挑的 這是你們挑的豬肉 對 你們是去傳統市場買的嗎 還是是超商 安格斯 心理諮詢師 紐約大學心理系 買東西不簡單 要學的可多了 對 不是傳統市場 你是傳統市場 因為我自己家的門口 就有一個傳統市場 對 傳統市場 好放棄喔 一般是七八十幾老阿嬤 媽媽們 因為我的 我爸媽媽兩個都有 徒師執照 所以小時候你就是 沒有吃 看過豬肉也吃過豬肉 所以就跟著他們一起跑 那你一定就 瓜哥 我本身是因為 我有一個玻璃般的腸胃 趙國祥 牙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系 精挑細選 精打細算 買東西絕不吃虧 因為我之前是外食店 幾乎每天都吃外面 然後 所以後來就自己 開始做功課 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現在對肉還滿會挑的 對 所以你自己也下廚嗎 對 自己會下廚 你喜歡吃豬肉 牛肉 豬肉都吃 那你怎麼去挑肉呢 第一個我是看它的色澤 那基本上太暗紅色的 我就不會挑 它就很暗紅 對 這個比較暗紅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剛剛我用手去觸 它的彈性的部分 它是會彈回來的 那這樣子的肉 就代表比較遠 是 你是牙科對不對 對 牙齦也是要彈性對不對 對 很可憐 很可憐 而且牙齦的顏色 他完全用這個理論 而且牙齦顏色要乾淨 對 牙齦顏色也很重要 不能太深紅 所以你現在怎麼來挑 他挑這個顏色 因為鄭總就已經發炎了 牙齦這個顏色發炎 如果沒有彈性 這個牙齦也有問題 這樣也合理 對 其實我講一個我的理論 你看 從心靈的角度來看 這樣也快一點 一隻 一隻在死前受了驚嚇的豬 牠的血液就會血紅素變少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選肉無論是牛或豬 應該要選 也代表它是和平的死亡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我會看是說油花分布 你看 比如說這一塊 它這左右兩邊是不均的 可是這個的一條是均的 那是一隻常運動的豬 我會看幾次 那牠會幾個瘦 也會選一 瘦肥群的一個肉 我會選一 我會選一 人生不講 這瘦的程度我也可能有選 因為那個二 感覺好像冰冰像冰河 而且感覺它有點平血 對 然後感覺有點營養不良 對 所以這三位也會選一 一 因為二感覺那個肉 已經收起來了 對 感覺是冷凍過了 是 牙醫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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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額戲有進廚房 我會 而且因為我 我也很愛去逛傳統市場 因為我覺得那是 就是台灣一間很有樂趣的事 對 然後我去買豬肉 基本上 因為他們都一定是 傳統市場一定就是 然後我就會挑那個 他們有 豬耳朵 豬腸子的 因為那感覺是 因為有的 它進的是 都是 所以就不會那麼新鮮 對 對 所以如果它是進整隻的話 感覺就是都是當天 然後它賣完就沒了 對 其實整隻 什麼舌頭 那種鼻子 床子那個都掛在一起 所以這個 大家講得頭頭是到 都選一的話 你是選二 現在不要失去性情 我們請我們的瘦醫師 來 請到這裡來 請到這裡來 請到這裡 對 不會吧 瘦醫師來 謝謝 瘦醫師自己有進廚房嗎 有 你也會自己挑樓吃 我喜歡烹飪 很喜歡烹飪 他剛剛這樣講半天 你要不要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一跟二哪一種肉 會比較好 好 請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可能 我們就選活體豬又陰莎 對 他們這個其實都是 這個應該都是 菜市場買大部分都是活體豬 我們先看 先說色澤好了 好 第一個 肉品和色澤 那就是肉品它分六個等級 顏色分六個人級 哪六個 等級越高 等級六 是越深越紅 越深越好 那等級如果越淺的話 那就是 越便宜 可是它們兩個人 它比較紅 對 我還沒說完 好 好 最近的最理想最 最漂亮的一個色者 公認最漂亮的色者 是等級三 最高是六 等級在三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等級三是這個顏色 對 它就是 高紅色 不會太白 它是淡粉紅色 那怎麼去分辨 它有沒有用藥水處理過 藥水處理過嗎 因為藥水處理過 它會變成 慘白 然後再來會 滲水 不會滲水 為什麼是三水 那為什麼它要排一到六 一定是一最好 或是六最好 怎麼會是三最好 因為太白也是不正常的 太紅眼 因為它會以豬肉的等級 豬肉的等級來說 它是看它的肌肉的色澤 OK 是 顏色像這個太紅 太深 這大概是五 五 這邊是有血濕 那當 因為我們在處理肉品的話 在正確的處理 那是要 那放血 那放血 才可以讓肉品有比較良好的保存 沒放乾淨 那所以說當你這隻肉品 如果血剛好這一塊 肌肉區域沒放乾淨的話 那它就會看到血濕 就比較好 對 那這個有血濕的狀況下 那你保存就很容易腐敗 尤其是你在傳統菜市場 他們是在試紋 他們是放在試紋下 意思是我們該怎麼摸這個肉 就是 摸這個肉 對 我們成的摸還是搓搓它 我們剛剛看也是搓 對… 那怎麼摸它 我摸 其實用搓 就是第一個 那當然是說看 觸感是看彈屑 那譬如說這一個 我按下去 它馬上就回到了原來的手 對耶 彈回來 那我們拿這個 血塊多一點的地方 對 那 像這個地方 比較慢 好像有點黏膩 比較不會反彈 對…比較不會反彈 不會有一點黏膩 但是因為很難分辨什麼 因為這個等級也五 對 如果你拿到等級比較差 馬上就比出來 對 就表示這兩位還滿能挑的 真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那種很白很白 那代表是它這個 這個 已經滲水 跟著血水已經滲出來 那所以說你在 它就代表它保水度已經變很差 所以你可以把肉這樣拿起來看 看它下面的水 水 這個沒有嗎 這個 沒有血水就是好的 比較少 比較少 對 表面上 因為 表面上應該會覺得說 亮亮的感覺比較新鮮對不對 對 那其實也是代表它已經開始在滲水 就是隨便已經開始浮出來 是… 如果在家自己做菜會安心 你去挑肉就要注意這些 對… 這只能盡我們節目所能 告訴大家一個小小小 而且不能從心理層面來挑 心理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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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位醫師的意思 對 而且他要做效果還彈過來 心理層面 真的會受傷 好 來 謝謝… 謝謝… 你看到沒有 就要吃了要好吃 還要吃出健康 我們這個節目怎麼能不看 對不對 真的 好 那學一下 這個對肉要怎麼挑出 安心各位剛剛的瘦醫師 已經告訴大家了 來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時候 大家都很怕胖 對 可是都想留第二個味吃什麼 甜甜 吃甜甜 今天要教大家 這個挑對蛋糕我們要找誰呢 當然是我 好 你跳過這個 高明明 營養師 中山葉大學營養學系 怎麼買最划算 我最厲害 好 我們跳過這個單位 我們換給他 他講 不給他講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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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我沒講過 我們要探討挑對牙刷 可是我們還很想 好可怕 這個 還是想吃蛋糕 你讓他講一下蛋糕 他都下來了 你讓他講一下 你都沒在正經 你在說你為什麼對蛋糕 你是什麼 除非你是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 你是營養師 這麼丟 這麼丟 我們沒有那種 住的經濟人士 我們這麼丟 那你覺得這塊蛋糕好呢 還是這塊蛋糕 我們有這麼多蛋糕 這個蛋糕 你知道 那就表示真的營養師 為什麼 真的有眼睛 有眼睛嗎 兩個營養師都是不是 老眼昏花了 我們不能彈牙刷嗎 為什麼要彈蛋糕 牙刷等等嗎 好 你要彈蛋糕是不是 蛋糕 你鼓勵大家吃蛋糕嗎 其實蛋糕它 會 對啊 真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留養 壓力大 沒關係 既然我們還是尊重營養師 我們還是請醫師來挑蛋糕 你再來講好不好 不是 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在那種 萬惡的蛋糕櫥櫃裡面 挑一個熱量比較低的 是 好 謝謝高明明們 現場有三個 這個是千層蛋 好好吃 千層蛋糕 這個是 檸檬蛋糕 這個是 泡芙 泡芙不是要擠那個嗎 擠在裡面 擠在裡面 在哪裡 在裡面 裡面 裡面要帶的嗎 不是有留一個 它會挖一個洞 我們自己做嗎 挖一個洞 它是已經擠進去了 有現成的吧 好 當瓜哥遇上少根筋的營養師 還會有什麼爆笑事件會發生呢 營養師做健康料理 卻把瓜哥搞得怒火中燒 接下來我們要加過篩的 加浪 最又是重點 什麼叫加浪 什麼叫加浪 加浪 加浪 我們永遠可以聽不懂 吃好不好 加浪 烤箱溫度大概 150到170多左右 對 那就是放到模具 就 你不是講5分10分15分嗎 好 那本來就要這樣硬貼 喔 對啊